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Let's Go CarPose Channel 在上一集, 帶大家開箱了你的便宜的公寓 試吃廣州的特色點心 挑戰了300米滑雪道 今集我們去哪好, 一於和大家在商場試吃吐司店 入水世界, 玩盡所有濕心滑梯 最後, 回香港之前, 試吃這個便宜的蛋餅 事不宜遲, Let's Go! 在出發去水世界之前, 首先衣包了吐司 如果一起來, 不想吃太多, 或者吃不到太多 大家可以選擇吃這間, 榕創某三樓的 朱賴虎雞扒吐司 這裡主打即叫即製的暗裂吐司 吐司系列款式多達8款 另外還有幾款小食 例如蝴蝶蝦, 番薯條, 炸雞粒, 盒子吐司和飲品可以選擇 店舖是開放式工作室的 可以很清楚見到店員在製造吐司 在下單之前, 店員會提示大家可以做免費會員 吐司用會員價賣很多 吐司單點14.8起, 而除了單點吐司之外 還有會員專享的超值套餐提供 我們就叫了一份店頭Top1的 秘製雞扒暗裂吐司 以及一份店頭Top2的 金槍魚暗裂吐司 即製的熱辣辣吐司 他們的麵包烘至金黃脆口 每份吐司都有 蜂蜜介木醬和沙律醬 還有好厚的半熟暗裂 金槍魚吐司的魚柳炸得金黃而不鬆散 而且份量多 配上熱溶的芝士和醬汁 挺美味的 而備製雞扒吐司的雞肉 也挺嫩 而且多汁 夾集半熟甘烈和醬汁 配搭同樣美味 整體來說, 吐司味道不錯 份量看起來好像很少 但其實一人一份已經夠飽了 適合大家做早餐或者下午茶 吃飽後可以出發去玩水 今天我們去廣州融創水世界 它是一個34,000平方米 全年全天候行溫水系統的室內水上樂園 這裡可以同時容納6,000位遊客 是華南地區第一個超大型的室內水上樂園 這裡的開放時間是 早上10點到晚上8點或者9點 門票有幾款選擇 例如成人門票、優待票和家庭套票 而價錢都會因應淡貴和旺貴而調整 淡貴的成人門票為128元起 旺貴的成人門票為198元起 如果大家事先在網上買了票之後 可以去到售票處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換領入場圈 入場之後大家會見到租者LOKA的櫃櫃 一個LOKA 30元人民幣 櫃櫃的右邊是南更衣室 而左邊是女更衣室 以及有一家賣水上用品的店 由於海上絲路為主題 融創茂水世界是以海上絲路為主題 劃分三大主題區域 分別是海上奇旅區、冒險港區 以及海底寶藏區 這裡除了有人造浪、滑水道等 水上樂園必玩設施外 還有很少見的4D水影院 以及海島SPA等設施 等我們出發玩完之後 跟大家報告玩後感 在雷更衣室走到出來 右邊沿途也有很多小食店 首先我們試玩了耶林穿梭 黃色的速度比較快 大概20-30秒就玩完 溫馨提示 這裡每個項目都有LOKA 可以給大家免費擺貴重物品 我們選了藍色滑道 它轉圈最多、最刺激 不過工作人員說 因為我們入場太早了 遊客比較少 所以很多滑道都未夠時間開 走過一點 還有特地為小朋友專設的 歡樂水寨和南海探補 歡樂水寨有一個巨型大寶箱 大寶箱入滿水後 會在高處整盆島下來 形成很壯觀的瀑布 旁邊的藍色綠色水上滑道 連大人都可以一起玩 適合追求低刺激感的大人 南海探補是小朋友專用的稀碎區和競技水池 來到水世界的冒險港區 這是一個巨型的人造海洋沙灘巨浪灣 提供免費救生衣 擁有亞洲首國、室內雙波的造浪池 這裡的人造浪平均高達1米和18米闊 還造出超過10種不同的造浪形式 讓大家可以一次過感受刺激風浪感 這裡還定時為大家送上鯨魚王子的狂歡派對 有現場歌舞表演 還有海上飛龍 工作人員會拿這格飛行器在池中穿梭 而奇幻漂流是環繞水世界裡的一條懶人河 坐著浮圈沿河道穿過椰林 不過溫馨提示浮圈是要給錢租借的 而這個4D水影院播放的時間有6個 進去之前 工作人員會派每人一副3D眼鏡 整個水影院加入了造浪和瀑布特效 途中會有動感平台、特效、音響、3D影片和燈光效果 和電影中的主角一起經歷大風大浪、落雨、風暴 期間還會感受海浪拍打和浸腳等等 相信大家都沒試過穿著泳衣看電影 都頗刺激必爭的 還有這個人氣超高的龍捲狂風 這個項目由大喇叭和大浪滑板滑梯組成 速度感和離心力都頗強 而龍穴力協是首創分軌式滑水道 有4段分體滑度 而滑度會根據個人選擇的滑水道組合改變出口 體驗到未知的落水方式、刺激感和離心力超高 喜歡刺激的大家,一定不要錯過了 上到二樓還有海底寶藏區 這裡有全年恒溫的開放式溫泉泡池區 總結,如果大家在淡貴入場 建議兩點後才進去 因為遊客比較多,方便大家照顧人數玩滑度 而遇上高峰期的話,要有心理準備排隊 預留玩和排隊的時間至少5至6小時 而場內也有很多地方擺個人物品和拖鞋 而且很多小食店和餐廳 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玩滑梯的時候 工作人員不讓我們搭任何攝影器材上去 所以拍不到玩水的片給大家看了 玩完水燒水之後,是時候收拾回香港了 不過搭高鐵之前,在商場給這間 兩貨雞蛋煎餅吸引著 這裡主打多款煎蛋餅 款式配搭有8款 每件16元起,即叫即煮 店員會先下蛋漿 之後再下兩隻雞蛋和黑芝麻煎熟做餅皮 塗上醬汁 之後會加你選擇的餡料 例如生菜絲、薄脆 店員純熟的技術只需要3分鐘 便完成一件煎蛋餅 所以等候時間不久 第一口吃下去,主要是普通蛋餅味 沒什麼特別 而第二口就開始吃到餡料 味道咸甜適中 夾雜著醬汁和薄脆,有多重口感 煎蛋餅的份量適中 正常食量的大家都飽肚 這件蛋餅絕對適合大家下午茶時間享用 下一集,廣州兩日一夜的週末旅行團 到底我們會帶大家去哪裡吃學玩樂? 好,今集就先不劇透 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下一集 開上盲俠酒店和食盡廣州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見,拜拜! 拜拜!